主席各位委员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 有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将我国在肯雅或判无罪之国民 非法掳制中华人民共和国 严重侵害我国国民之基本人权 与人身自由 我国政府却处理牛步 持位对我国国民人身安全之保障 及救援采取有效措施 现行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 及司法互助协议 亦无法发挥作用 为此鉴请本院 于本周五2016年4月15号 院会变更议程 邀请行政院院长进行专案报告 并被质询 由各党团代表民进党团四人 国民党团三人 亲民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各两人进行寻答 是否有当进行公决 本院实在力量党团提案 做如下决议 本案请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十七条规定 提案处理 请问院会有意 有意本案占不许处理 接着请 蔡 呃 吴